这个国家跟地区 这里面同时有地区 又有国家名称 所以混在一起 到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资料的计算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它分开 变成国家 国家名称 地区 地区名称 分成这两门 可以吗 好 请问你要怎么分 那我就直接讲了 好 要做到这件事 就是我要把国家地区拆分 变成地区别跟国家别 这两栏 所以第一我们先进资料 就是Power Query编辑器里面进行资料清理 可以听懂吗 我们现在要做这件资料清理这件事 好 来 常用 转换资料 第一请点常用 第二请点转换资料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 是不是有国家地区别 国家地区别 好 首先 我先告诉你策略 我先告诉你策略 就是我把这个亚洲改成 周亚洲 听得懂吗 我把这个亚洲改成周 亚洲 为什么要前面多加一个周呢 是因为到时候我要对周这个字来做切分 所以到时候亚洲就会拆到另外一栏去了 好 先做一下给你看 你可能就会比较懂了 首先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这个国家地区别 然后麻烦请做取代值 不要打错字哦 那个周有加三点水 所以请把亚洲改成周亚洲 可以吗 你总要改六个 亚洲改完要改什么 欧洲 好 好 请点确定 所以你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周亚洲 好 继续 滑鼠右键 点国家地区别 来做取代值 请把欧洲 改成 改成 欧洲 两个了 再来 北美洲 改成 洲 北美洲 取代值 一样 滑鼠右键点选 国家地区别 北美洲 北美洲 寻找的值是北美洲 取代值为 洲 北美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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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美洲完毕之后是中美洲 一样滑鼠右键点选国家地区别 这些取代值 中美洲 newborn 改成亞洲 中美洲 中美洲 好一样滑鼠右键国家地区别取代值 南美洲改成洲南美洲 请问可不可以用一幅这个函数来去改写 我曾经试过 我花一个小时 可是我现在做这种方法 可能20分钟我就做注定清理 就是同样要做到这件事的方法有很多种 不是只有一种 来 最后一个大洋洲 对吧 大洋洲 来 滑鼠右键在国家地区别点选 然后去做 大洋洲改成洲大洋洲 好 就这六个州 你要不要稍微检查一下 哦 我们还有非洲没有改到 对不对 你知道怎么检查吗 就是在这个地方签选一下 然后透过文字签选里面输入一个州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州 中美洲 州亚洲 州北美洲 州南美洲 州大洋洲 州欧洲 还有非洲没有改到 所以现在不敢非洲 来 滑鼠右键 对国家地区别点选 选 然后使用取代值非洲 然后改成州 然后改成州 非洲 确定 其实我现在在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 北一女 我就是要全部改成叫做什么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